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今天我们来到了 呈现美丽的三欢CapsTrono 来看托尔兄弟的一个新盘 那这个新盘呢 叫Harborview 那今年三月份左右开的盘吧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客人来咨询 我对这个盘感兴趣 但是我呢 因为疫情还有工作的关系 一直没有抽开空来拍这个盘 那今天呢 终于有机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位于太平洋海边小镇 一个特别现代化的 三层别墅的一个小区哈 那这个小区呢 它是一个铁门小区 地税呢 不算是很高 那么离太平洋海岸线非常的近 小区呢 是三层别墅的设计 每一栋呢 从二层开始往上 都可以享受 这一大碰也就是 达纳角海滩的海景 那么不止可以看到海景啊 也可以看到 三环CAPSTRONAL整个城市的风景 还有一些高速公路 动静结合非常漂亮的美景 那跟我一起去里面看一下哈 那这边呢 一共有三栋样板房 我们今天呢 要看第一栋 也是WINWORD 那这边呢 是四房三位双车库 2995尺 不到300平米的面积吧 但是非常适合 中小型的家庭居住哈 那并且这边的环境是非常好 因为我个人呢 有在三环这边生活过的经历 这边呢 可谓是一年四季温度都非常的好 城市很干净 如果你穿着小白鞋 在这边走的话 一年鞋都不会脏哦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跟我一起去里面看一下吧 走 我们先从二楼看一下吧 因为二楼是我们的主要生活空间 走吧 来看一栋新房的时候 当然先要看它的精华所在 那这个精华所在呢 就是这个小区的名字 Harbor View 虽然今天呢 是阴天 因为现在是视频拍摄时间呢 是上午 一般海滩呢 上午都是有一点阴阴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远处碧蓝和碧蓝的海岸线 和有一点点灰灰的天空衔接的感觉 让我们出去看一下 走 我们下午 那么这边地势的设计呢 是越靠近海岸线的那一边地势越低 越往后面呢地势越高 所以地图上每一个位置的户型呢 都可以从二层开始看到达纳角海滩的海岸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套房 那其实来说不愿意上下楼梯的人呢 基本可以在二层这一个空间活动了 客厅 餐厅 厨房 加上整个的套房 还有尺寸比较大的浴室 衣帽间 那整个生活空间呢可以在这边 至于楼下呢 其实是可以留给multi generation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啊或者是家中的老人 另一代人来生活这样有各自的空间 就好像自己家的三层公寓分开一样 我说你一样就好想烦筹我 好想烦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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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户型的设计是三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卧室 还有相应的活动空间 一楼呢有一间卧室连带着一个院子还有车库 那么二楼呢是我的这个大套房 还有二楼整个的生活空间 三楼呢是另外一个客厅 可以称作我们传统的loft 加上另外两间卧室 但是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三楼 因为三楼呢地势非常高 看的景色呢也更高更远 所以人往高处走随地出流嘛 让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问我提到加州你会想到什么 那么我会说阳光沙滩和Margaretta 那么这边呢离太平洋海岸线非常的近 那么这一栋户型的设计呢 二楼三楼都会有一个阳台 一楼呢还有一个小院子 可以最大程度地让屋主人做到生活与自然的融合 享受这边加州的美好的气候和气息 卡莱托尔兄弟真的很了解我们客人的需求 记得我刚刚在外面说什么吗 阳光沙滩还有Margaretta 那么Margaretta呢就可以在这边的吧台自行调制完成哦 如果你不知道配方可以自信我 我来教你 好了现在让我去一楼看一下 我来教你 怎么样 一楼的空间呢 也有设置户外的设施 并且一楼的卧室里面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backing阳台 可以通往后院呢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这个户型 非常的适合三室同堂呢 那如果你对这个户型 感兴趣的话 记得联系我哦 顺便说一下这边 这边的小区的信息哈 那这边的物业费呢 是420块钱每个月 因为它是铁门小区 有24小时的警卫监控 并且呢 这边的学区也不错 我会把信息放在屏幕上 那这边呢 123户型 它的尺寸是2900到3400尺 一会我们要参观的 2号和3号户型呢 会更加大一些 大一点的户型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要关注我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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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